世人皆知 柳白最著名的剑道理念 便是纵横万里 不及一身前一尺 而君墨却将铁剑插在身前一尺半 这明显是在挑衅柳白 与其他剑阁弟子的表现不同 柳白却表现得一场平静 他认为 一个真正的剑者不能有任何多余的情绪 君墨的骄傲便是他的取死之道 刘一青有些忍不住问道 您准备何时出手 柳白答道 神殿着急我不着急 唐国要灭必然不是一战能定之士 这场青霞之战 是你们向书院学习的大好机会 君墨也是我很喜欢的对手 便如我之前所说 我要等他最强的时候才会出手 众弟子心想二先生 今日血染原野一步未退 已然强大到了极点 难道他还能变得更强 刘一青问道 何时才是二先生最强的时候 柳白耐心的解释说 当他开始受伤 开始疲惫 当他发现自己的骄傲受到了挑衅 开始真正愤怒的时候 当所有人都以为他将要失败的时候 那时候的他才是最强大的他 说完他站起身 缓缓把双手付到身后 夜风徐来 柳白闻着风中传来的气息 感慨说道 大军浩浩荡荡 强者云吉 临死危时 书院却还有心情认真的做饭 嗯 饭有些烧糊了 但咸才的味道真不错 书院诸弟子白天大战了一场 晚上居然能这样平静 书院真的是个很神奇的地方 可惜父子已经不在了 不然我还真想去里面住上几年 青霞处的蓬布大镇下 书院诸位弟子们忽然闻到了一股淡淡的糊味 七师姐叫唤了一声急忙走到灶旁 一看饭已经烧糊了 北宫卫央看着冒着糊味的白饭叹息说道 老师带着大师兄去旅游的时候 后山里的伙食便一直不怎么好 西门不惑有些怀念 还是桑桑在书院的那这儿 爱大家吃的最好 没有人指责七师姐 但他自己觉得很不安 相比于书院其他师兄弟们 慕幼在青霞的主要工作是负责后勤 很是轻松 结果这样都没有做好 片刻后 木有油不安变成了恼怒 他趁怒说道 六师兄这炉子 是用来打铁链剑的 温度太高 哪里适合做饭 二师兄眉头微挑 不悦赤道 此言无礼 无礼 七师姐正了正 生气说道 嫌我做的不好就不要吃啊 虽然饭糊了 菜做的也并不好吃 倒好在还有桑桑曾经做的咸菜 晚饭结束 四师兄看着军末说道 幼子心里压力很大 他因为担心你才失态 结果你却要训斥他 他愈发觉得委屈 所以才会对你嚷嚷 你不要怪他 君莫文言微正 沉默很长时间后说道 没有必要 时而热闹 时而感伤 只求理所当然 这就是书院 清霞之战第一日 天气晴 宜行丧 于是误曲